他們是用紐西蘭100%天然奶油 跟嚴選22天的紅土鹹蛋黃 這個真的我覺得是物美價 連物超所值 它真的是可以打過很多 號稱蛋黃界的LV店 它那個中秋盒真的很漂亮 很有質感 紅水歐大飯的感覺 送禮送這個絕對就是 對啊 經驗全場 而且它包裝真的很漂亮 喔對 發的口味竟然都是不同的包裝 這家就很需要開箱 因為大家看外表不會買 大家看我們介紹就會覺得想吃看看 我剛剛發現我們一直在拿 真的蠻好吃的 蠻爽脆的 哎呀 對不起 你冒了 你什麼意思 嗨我是魏達 歡迎回到想答師 分享美食大小事 我是永沛 大家應該都很常看我們的影片吧 我們幾乎都在出外景 然後吃很多各式各樣的美食 其實蠻多網友會留言說 就是會來台中玩之前 會先看我們的頻道 然後看到什麼美食名單 他們記錄好之後 就過來一家一家的吃 那些朋友就是大家來台中玩的時候啊 你們想到台中可以帶伴手禮 是不是只能想到太陽餅呢 但是除了太陽餅之外 我們台中還有很多非常好的伴手禮 那這次我們就是要推薦這些伴手禮給大家 這九間就是我們精選的伴手禮 然後裡面有三間是獲得 台中2023十大伴手禮的 你知道哪一個是第一名嗎 他們沒有分第一名 他們都是分品項 像是什麼 農特產精品獎 手獎 評審團 大獎 最湘新人獎 他每一個都很漂亮 你說你要看一下詞 是第一名之類 然後 然後砍砍它之類的 我沒有砍砍 我只想要等好多厲害 可以得到第一名 最近呢 大家中秋節也要到了 這一次呢 名單大家看我們試吃完之後 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們下次來台中玩 或是想要送給那個 清盤好中秋節禮物啊 就可以從我們這一集來選喔 那接下來我們玩下去吧 GO 我們來吃這間香格禮坊香格蛋黃酥 我們之前有開箱過 大概2020年中秋節前期的時候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這家是 比較喜歡的啦 但那時候口味跟現在口味 我不知道有沒有差別 你現在應該正挑了吧 冰淇淋已經吃了三年的美食了 對 我們現在很挑剔 但我覺得蛋黃酥有個特點就是 外皮不能油 內餡不能腥 豆沙一定要不甜膩 這樣才是比較合格的蛋黃酥 我們來吃看看吧 好吃好吃 好吃 好吃耶 好吃 好吃 他們是用紐西蘭100%天然奶油 跟嚴選22天的紅土鹹蛋黃 這種是用鴨蛋做的 但鴨蛋就是很容易有那個腥味 超特別 這一間沒有 這一間它的優勢就在於它價格便宜 三個禮坊這一盒蛋黃酥是210塊 然後裡面有五顆蛋黃 它一顆平均就是四十幾塊而已 我們有買過100多元的200多元的 我有吃過甚至更貴的那一種 這個真的是我覺得是物美價 連物超所值 它真的是可以打過很多號稱蛋黃界的LV店 艾瑪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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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瑪士 艾瑪士就很油軟的 艾瑪士就對不對 艾瑪士ители 艾瑪士還搞得沒有很久 艾瑪士也沒有那麼油 艾瑪士 艾瑪士traам舶 艾瑪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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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買到是今年的中秋節禮盒 裡面總共有八個口味 原味肉鬆 芝麻巧巧 花生粒粒 海苔肉鬆 純黑真巧 抹茶真巧 國爵真巧 鐵觀音真巧 在這裡遇到你真巧 你有那種廣播人員 然後在那邊念那個旅客名單 這一家呢 也是有入選2023的那個十大半首領 然後得了兩個獎項是 評審團大獎跟最佳新人獎 為什麼大家都是最佳新人獎 應該是第一次入選吧 一季想一個口味來吃 我要吃抹茶的 吃巧克力好了 嗯 它的花生很濃耶 很香耶 我蠻喜歡它的抹茶味道 因為抹茶是有苦味的 我喜歡有點苦味的那種抹茶 咬下去的口感雖然是硬的 但它裡面是很酥脆的 它巧克力也是那種苦甜的 就是比較偏大人的巧克力 然後它的那個蛋捲的那個厚度 因為我們一般吃到的 義美蛋捲的那種不一樣 它很厚耶 嗯 這件好吃我自己蠻喜歡的 因為我之前有買過他們的那個 蛋捲冰淇淋 之前有一陣子在網路上也是蠻紅的 很多人會去排隊買他們的冰淇淋 海苔肉質很好吃喔 它的海苔好好吃喔 我們買的這個是中秋節才出的禮盒 它是980塊 然後它每一個口味都有3支 我又買一盒預購要回去給我爸媽吃 覺得還不錯還蠻特別的 欸它那個中秋盒真的很漂亮 嗯這個盒子我覺得是 很有質感 紅水黑大版的感覺 送禮送這個絕對就是 對啊 經驗全場 而且它包裝真的很漂亮 喔對 八個口味竟然都是不同的包裝 我們講那麼多 但我們這間我們沒有業配 我們這一部都是自己發錢買的 我們這酒藥商品沒有業配喔 我們有發票 如果有人要看的話我可以拍照給媽看 會有人那麼無聊嗎 我們就是真心的去吃這間店 你講這間真的不錯吃 這間讚讚推 我給他五可信啦 我覺得其實蠻喜歡的 這一家店叫做青子 它是一家有點像咖啡廳 可是它主要賣鹹甜食都有 然後是有那種台灣古早味的 螞蟻金軒還有小鉤 還有或是一些小農的水果 有螞蟻我覺得就是有代表開衝的 它那個店是在農田的旁邊 然後整家店很靜密 而且它整個店是漂亮的 有點那種日式風格的 青子這個名字是因為它奶奶名字 裡面有個青 這個才叫青子 螞蟻是所有老台中人的回憶啊 五六年之前應該都會知道螞蟻 我們來吃看看吧 好 我們這家螞蟻梳禮盒 裡面有兩種口味 一個是那個地瓜麻糬 另外一個就是紅豆麻糬 然後外皮都是有那個螞蟻 吃起來還不錯啦 真的嗎 那你再吃一個蛋 為什麼這樣 融合的臉 因為我其實沒有吃過螞蟻 所以我就是我不是很 它的螞蟻的味道不明顯 但它裡面地瓜的內餡味道很明顯 就雖然我是台中人 但是我真的不愛吃螞蟻啊 嗯 我有喝過一次螞蟻湯 嗯 然後咧 然後我就再也沒有去過那家裡 哈哈哈哈 它也是很特殊的味道 就是螞蟻有被人家說 會有點像抹茶一樣 會有一點點苦苦的 它很苦苦的 對沒有錯 然後就是哥哥 我們試過了啦 我們三個好像還是不喜歡螞蟻 對 我們今天之前有拍過一集 我們後來就決定不辣那集問事 就是有吃到一家糕餅類的 怕紅豆腺可以吃 但是它不要再用螞蟻包了 他說它的紅豆腺是用獨家的日式工法熬煮的 萬丹紅豆 所以比較滑順然後降低了甜度這樣子 然後有獨特的豆香味 這個上面寫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就是不喜歡吃螞蟻的話 你可以吃它別種餅皮的紅豆口味 紅豆腺 看起來還蠻有中秋節的感覺啦 對 也是圓圓的 然後也是酥皮類的 很飽白 而且它就是一個禮盒 直接這樣皮層就可以拿著的 我覺得還是不錯啦 對啊 螞蟻也算是台中一個特色的東西 如果要代表台中的東西的話 你送螞蟻也是可以的 除了太陽比以外的好選擇 今天是花鳥餐 它是只有賣檸檬千層蛋糕 然後上面是放檸檬自過的蘋果片 所以它吃起來是像蘋果又像檸檬 它的檸檬是來自於屏東 就是在地的 台灣在地的食材 它的奶油呢 一台到十勝生乳酪自成的 聽起來就感覺很強啊 我們來吃看看吧 好 你看冰淇淋 我蠻喜歡的 它算變成蘋果檸檬真的很好吃 而且它不只生奶油 它是吃起來有點乳酪的味道 它要冷凍保存 然後你要吃之前 就是從冷凍庫拿出來 退冰個二、三十分鐘 我不知道其他高鐵站 但是我知道台中等新竹的高鐵站都有 所以先訂 然後就直接在高鐵站拿就好 我沒有訂拿得到嗎 沒有訂的話好像有點難 因為我之前有普通過 我今天要訂啊 這種比較好吃的店都要訂 因為它之前只有單一間店的時候 就是在美春路工作室的時候 它就是很難排了 現在比較多門市了 所以沒有那麼難訂了 就是你想買一定買得到 只是你一定要打電話先預約 我覺得它有個貼心的點就是 它一定會附一個寶冰袋給你 防止你在拿的過程中 退冰或者是不好吃 而且它的寶冰袋還跟盒子一樣大 對阿 它就是設計得很好很貼心 就是直接放在你的蛋糕下面 這個真的蠻好吃的 你看你現在是要切第二塊嗎 對阿 對我覺得它有點難切 因為它是這樣做像冰淇淋 我覺得它最好的吃的時間點 應該就是這時候 就是大概二十三十分鐘以後 有點硬硬的 放得太常溫之後應該會有點膩 這個真的是蠻適合大家來送禮的 好吃 這個我推推我給它五顆心 這件真的很好吃 對這件真的推推 好吃 好吃 這家是浪一堂的檸檬蛋糕 浪一堂這家店呢 它的外型有非常多的檸檬 就是那種檸檬要掉下來的感覺 這家店在台中很有名 因為它的蛋糕呢 它的檸檬都是當日現炸的 所以說 每天做的蛋糕數量是有限的 然後它跟一般傳統的 像是檸檬塔 或者是那種我們蛋糕店看到的蛋糕不一樣 它是那種傳統的海綿蛋糕 然後外屏有那種檸檬奶油餡 跟那個檸檬皮 這間真的很難買 應該是 目前台中很難買的一間蛋糕店之一 對 因為我們企劃小組很辛苦 他們從昨天十點半一開始一直打電話 然後三個人人流打 嘉瑜他打了九十二通電話 終於訂到了 本來想說如果沒有訂到 就要去現場排隊 現場排隊其實也排不太到 因為我們有看到有媽媽生氣 我自己說要排了三四個小時 然後其實我都沒有買到 很生氣 那聽說去現場買的時候 店面的檸檬味道非常的撲筆而來 很濃 因為他們就是每天現炸檸檬汁的 然後所以每一顆蛋糕都是每天現做 好吃 但是如果要排這麼久的話 就是 我覺得排太久 只要辛苦一點 CP值不夠高 我剛是想到還要排三個小時 我就不行 就是如果有人從台中帶了這個檸檬蛋糕 然後拿去送給你吃的話 那那個人就是你這輩子真心的好朋友 請絕對不要放開他 OK? 但我跟你說 你喜歡吃這種酸酸的蛋糕的話 你一定要買 因為它這個就是 蠻原汁原味的檸檬的味道 很新鮮很新鮮 這間日和亞塔 它也是蠻有名的乳酪蛋糕 我們買了兩個 一個是經典乳酪蛋糕 然後另外一個是萊姆乳酪蛋糕 然後萊姆乳酪蛋糕 它是期間限定的 就只有中秋節到清明節期間 哇 那感覺很厲害的感覺 所以期間限定喔 真的嗎?萊姆好吃嗎? 萊姆是什麼做的啊? 萊姆是什麼做的啊? 檸檬吧 史萊姆嗎? 對 差一點點的 所以它要捏捏拉軟的 不要下班好嗎? 我覺得這兩個剛剛的那個千鳥串 有異曲同風奇妙 因為它就是一樣 花鳥串 喔 花鳥串 千鳥 千鳥那個嗎? 千鳥是誰? 千鳥啊 千鳥這個 它火椅裡面 OK 煩欸 煩欸 好吧 反正它就是那種 清香的萊姆 不會太甜 但也不會太酸 而且它這樣小小一顆的 每顆大概也才三次 就可以大家一起分享 不會膩啦 不會膩啦 不會說負擔太大啊 像你吃完塊蛋糕那麼大 對 然後他們家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他們每週三、六才會出貨 你可以在網路上載購 然後可能屁羅禮拜是要送你 禮拜三再訂 然後你就會來不及 哈哈哈哈 而且它因為它是冷凍的 它要送來的時候它是低溫宅配 所以它宅配分數比較高 是220塊 OK啦 喝力啦 OK啦 喝力啦 有推薦嗎 我比較喜歡花鳥串 如果真的一樣味道的話 因為我覺得它跟花鳥串有點像 我可以買花鳥串的檸檬 然後買這個的原味 我也就是說它已經不想再吃檸檬了 所以它只有買那個幾件乳酪 它的那個退冰方式不太一樣 如果是經典款的話 你要先放到冷藏兩個小時 以上 它那個退冰夠 它吃起來才會好 可是萊姆不一樣 因為它想要有保留那個 一點冰淇的口感 所以它就是拿出來 再放四文一下下去就可以了 我覺得還不錯 它的味道不會太重 雖然它是乳酪蛋糕 它應該算是比較輕乳酪一點的感覺吧 可能是因為有冷凍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不錯 讚讚 好啦 再來這一家是 它是一個冬圓食品行的響翠絲 它是有陸璇2023十大辦首禮 新人獎喔 最佳新人獎 最佳新人獎 好像那個有什麼 真的是這一份新人獎 他才可以唱歌 有 最佳新人獎 我要謝謝我的爸爸 謝謝我的媽媽 他還可以講話 然後他就會唱一首 馬告東圓 好 好 好 我們來囉 然後我們買的這一個 就是分享包啦 所以它小小的一包 但是它裡面有三種口味 特別是原味 辣味跟馬告 禮盒的話它是一盒裡面有總共100克 然後就只有單一口味 一盒是300 那像這種分享包一包是一般 那如果你喜歡吃多種口味 你買分享包是比較划算的 對 但是送人的話 送禮就 送禮就 是我啦 我會這樣買很多分享包 之後把它裝進一個盒子裡面 送給別人 那個人會跟你絕交嗎 不會啦 來 我們來試試看吧 它這個是 欸 脆的 裡面是辣的 因為我這是原味 你是原味 我吃不出來馬告的味道 但這個吃起來很特別 嗯 它是那個低溫烘烤的 所以它是少油 少鹽對不對 它這個好像就是肉絲低溫烘烤 然後變成超級乾 然後很脆 然後不是油炸的 所以比較健康 我覺得蠻特別的欸 我覺得蠻爽脆的 它就是一種 就是你看電影的時候 會莫名其妙吃完好幾包的那種 對對對 它這樣一包的熱量就很低啊 38喔 低熱量 38很低 超低的 嗯 而且它又有蛋白質 欸 我覺得這才不錯 你喝一杯珍珠奶茶 就六七百大卡了 你就喝一杯珍珠奶茶 跟那個餅 這個冬元食品行 他們家好像本來就是做肉乾跟肉鬆 然後也做了30年了 我覺得這個不管是送長輩 或者是送年輕人 大家都會喜歡的那一種 送小孩小孩也會喜歡 因為這個很像餅乾的口感 它吃起來比它看起來好吃太多了 對對對 因為它 你剛剛說它像什麼 你剛剛看外表的時候 你剛剛看外表的時候 這家就很需要開箱 因為大家看外表不會滿 那看我們介紹就會覺得想吃看看 其實我剛剛發現我們一直在拿 那天聊一天拿 真的蠻好吃的 然後它可以得獎最佳新能獎 2023最佳伴手 它真的是蠻好吃的 真的不錯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我覺得它實至名歸 這一家我給它五顆星 我已經給三家五顆星了 真的蠻好吃的 很讚 我們現在來的這家是 咚咚咚咚獎的那個 好煩喔 龍東啦 龍東蜜吃肉乾 上面有寫說它是 傳統手工劑 傳承了半個世紀 正宗古早味 好我們來吃吧 他們家比較有特色的就是 這個超厚肉乾 厚度是說有達到一公分 但我們找不到尺 其實真的有 我感覺有啦 一公分應該有 因為真的蠻厚的 你怎麼感覺 你身上有什麼一公分的東西 可以量嗎 我身上沒有一公分的東西 不好意思 至少要超過 好我們快吃 我們 我可以講一下它的品牌故事啊 徐龍東先生 發津於第四次食堂 徐龍東 你幹嘛喝喝喝喝喝喝 你不要這樣子 不要再拍到你的名字 然後他本來的龍東食堂 是做半桌料理的 然後第三代才發展成做肉乾 所以人家是有古早味功夫的 我在想說好久哦 不像肉缸 像是肉塊 蠻好吃的 其實還蠻好吃的 而且它有一股很香的胡椒味 蠻好香 味道整個都很進去 表起來肉感 然後有點微微辣 微微的辣辣的 它吃起來突然有點像N牆 對啦 有點像 它的肉是有點肥肥的那種肉 不是那種全瘦肉的那種 肉乾這種東西 通常做這麼厚它就會很硬 所以通常這種的我就不會吃 我比較喜歡那種很薄的紙片肉乾 可是這個還蠻好吃的 微硬 這個真的好吃 而且很香欸 它的那個香味是整塊都是 而且我們去買的時候 老闆跟我們超多試吃包的 對 我本來也很好吃 來來來 不要演像 我們不要演像 老闆給了試吃包比我們 比我們買的還要多 我們就買這樣一包而已 因為老闆試吃包 這麼多欸 老闆跟我們這麼多 老闆真的很客氣 真的跟我們有那麼多 我這樣說好了 我覺得它的肉乾吃起來 目前是我吃過好吃的肉乾 不是因為老闆送我們東西 真的是好吃 目前為主我吃過最好吃的肉乾就是他們家了 而且它是越嚼越香欸 我現在吃完之後 我有感受到它整個香氣真的很香 它是回味無窮 想真的吃的 我給它五顆 不過它比較不像中收伴手禮啊 就是你來台中晚就可以送 你過年過節送 我也覺得蠻大飯的 因為我長輩都蠻喜歡吃肉乾很帥 他們無聊在家看電視的時候就可以一直吃 欸這個很好吃 欸這個很好吃 這是蒜味喔 然後我要吃蒜頭 我要吃蒜頭 欸它不喜歡吃蒜頭的欸 對 你不喜歡蒜頭 你覺得蒜味很喜歡吃 可是它這個不是厚的喔 它是薄的 欸很香欸 它們兩個都超香的 超香的 欸這味道很特別 它跟那個肉包都不一樣 我超討厭蒜頭 就是它如果切得碎碎的在麵裡 我會把你挑掉 我才能吃 它真的很好吃喔 它的品香都很好吃 它真的很好吃 這家真的值得滿 這一家是檸檬森林的檸檬醋 值得一提的是 他們家的寧享禮盒 有獲得2023年的台中十大伴手禮的農特產精品獎 但我們這次沒有買到 因為它好像停賣了 所以我們就只有買他們家的檸檬醋而已 然後他們家的檸檬醋就是用的那個玉翡翠檸檬 喔很酸欸 它沒有難喝 但是它比較不像檸檬醋 它比較像酸梅糖烏梅汁 我覺得這就是大人的檸檬醋欸 因為它其實有說 用高粱跟醋 然後浸泡玉翡翠檸檸檬 浸泡了一年以上 它的成分就只有寫新鮮檸檬 高粱醋跟冰糖 是這樣 現在市面上的醋有分幾種 就是釀造醋和醋 混合醋 那它就是那種最需要花時間去做的那種釀造醋 喝醋對身體真的有幫助嗎 因為每個喝醋的都會說 對身體有幫助 所以你要多喝醋啊什麼的 你可以酸鹼中和啊之類的 可是酸鹼中和好像有人說是假科學 最近有人出來講 喔好酸好酸 阿克倒煮下來 可能是我們沒有拉散吧 換我喝看看 換我喝看看 對不起 禮貌了 Excuse me 我們 我這樣有點太醋了 不知道是我們比例的問題還怎樣 因為我們可能倒比較多 它其實有說它的比例就是 它應該是五分之一的醋加五分之四的水 1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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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比5就是1 然後是醋 然後水是它的五倍 五分水 一分醋 所以是六分之一 那我醋好像加太多了 哈哈 哈哈 不好意思嗎 其實我覺得是好喝的啦 這個是 有尾韻的 檸檬果醋它是好喝 但是有點酒味 酒味有點像是就是阿嬤的那種酒奧有沒有 然後亮很久的那種 打開來就是會撲別的那種感覺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酒味的人就是可以先不要喝 不過就是 你喜歡喝檸檬醋的人還不錯 我覺得它感覺好像比較適合上長輩 對 不要送年輕人 如果你要送對象可能四五十歲的話 那我覺得它是適合的 那我們的結尾時間 是的 我先說我自己的好了 這五家都是我滿喜歡的五個伴手禮 中秋節最適合送你的應該是這個 蛋黃酥跟這一個 這個中秋禮盒 對青鳥旅行 這兩個我覺得是最適合送禮的 因為它是 有包裝過 然後又比較大飯一點 然後我覺得滿適合送禮 然後這個就是 平常就可以吃的 這幾個 對 平常就可以吃的 好 你們呢 我喜歡這個 這個就是我買過 然後我就很好吃 花鳥餐真的蠻好吃的 花鳥餐真的蠻讚的 如果是我會喜歡人家送我這個啦 蛋黃酥 對 蛋黃酥很好吃 那如果是要送公司 或是送那種人多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蠻適合 我覺得裡面有很多口味 對它也是有多盒以上 就好像會有打折之類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官網看一下 我覺得都還不錯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介紹 希望你們的影片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下次見囉 掰掰 我想請你 請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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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 按讚